我说大老后远闻到什么味道 原来是这边的扑顾 有相机的好处是 你可以随时像刚才那样 几乎你发生的事情 但是 坏处是 这个家伙实在是太重了 除非 你找到一个像这样的地方 比较平的 谁具的木头 不然十有八九 我的相机就会 所以说 可以锻炼手臂 或者得关节炎什么的 但是 这个小三脚架 只会 日渐衰弱 这个结束 太有仪式感了 而且很浪费 而且还有人看着我 今天不是给到相机吗 我需要一个解决办法 针对我这个笨重的相机 就目前而言 如果市场上不拍Vlog的话 让我推荐相机 视频的话我会推荐 索尼A7S3 然后如果想要好看的话 我会推荐 FUJIFILM X100V 如果想要综合力的话 又便宜又好 然后画质又强 我会推荐 Panasonic S5 然后如果只是追求画质的话 我会推荐 BMPCC 6K Pro 如果想要拍照的话 我觉得什么相机都可以 只要你会后期调色 但是如果真的要说的话 应该是佳能的R5 但如果拍是Vlog的话 我觉得便携性和时效性 是最需要考量的 那这就是我目前的setup 它是佳能的90D 加上Sigma的18-35 然后再加上Rode的VideoMic Pro 麦克风 其实整一个setup是很大的 也就南维俄现在这个小的三脚架 它每次都会像影片那样子倾倒 在我镜头还没摔坏之前 我觉得我要想一个办法 这是我们家心中的植物 今天倒了白盆把它换上 发现我们家的土不够了 所以只换了两盆 有葱啊香菜啊 然后薄荷啊之类的 有了绿植在家里 感觉家都变得好看了呢 而且拍摄来说 有他们可以让画面更容易的变得美观 好了讲回今天的主题 三个solution 第一个 一 换脚架 最近看中的一个脚架呢 是来自switchpod 它是专门为vlogging设计的 也就是你可以快速的弹开 然后三十脚就加在那边 然后也可以快速的收拢 收拢之后只有一个小铁片 这样子你可以更好的鞋带啊 方便方便放在树包里这样子 只是你上面要加一个 牢固点的那个球形的调整台 这样子就可以把我的相机整个固定在上面 应该不会有问题 但是它的一个整个价格呢 switchpod大概是100美金 Bowhat大概是35左右 所以整个加起来 整个加起来大概是135美金左右 方案一 方案二 换镜头 sigma这个158到35虽然好 但是它太重 我觉得如果是vlog的话 我希望它的画面可以更广一点 你看现在只有这么宽的距离 因为我手伸长也只有这样子的距离 我希望画面再包含15更多一点 更丰富一点 然后更轻一点 所以我看中的是佳能的 10到18毫米这一支焦端的镜头 它不断更广而且很轻 二手的价格大概在200美金左右就能搞定 所以应该算是比较划算的一个方案 这样这种镜头我就不推荐买新的了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比较老款的镜头了 只是为了提供暂时的解决方案的话 我觉得买二手的会划算很多 而且大家应该多买二手的镜头 这样子以就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好了 那我们到第三个方案 三 换相机 Vlog相机呢我的要求是要小 然后音质要好画质OK就行 然后最好有多项的镜头选择 那我就把目光放在了卡片机上 那卡片机中呢我觉得最推荐的就是索尼的ZV1 OK 因为它有翻转屏 而且它升级了它的声音系统 它的声音系统是指向性朝前优先的一个声音系统 这样子你可以对着画对着镜头讲话的时候 是更清楚的录到你的声音 而且它的眼部对焦是很快的 索尼就是以眼部对焦快为竞争核心在相机市场上杀出来的 然后它的色彩画面比它的那个黑卡也有所提升 所以我觉得各方面它都是一个优秀的日常的相机 而且索尼的ZV1的镜头最广角是跟这个18-35差不多 但是最最巨勇的话它可以到比我这个再多20毫米的焦段 那还有人可能会选择购入另一个卡片机 也就是佳能的G7 那我觉得呢G7它的翻转屏是往上翻的 也就是如果你想在上面像我现在加个麦克风啊 或者是其他东西的之类的话 你的画面就会被挡住 所以我觉得索尼呢可能会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它的声音也会比G7更来的更清楚一点 如果女生想要美颜的话 索尼EV1是有三档的美颜功能 然后但是我不推荐二档以上 因为二档以上就会让整个人抗的太假 一档我觉得是比较柔和的一个状态 那就是这三个选择啊 第一个选择换脚架 总体是最便宜的一个选择 但是我还是要面对整个相机变得很笨重 但是我个人来说是不介意啦 因为目前我拿这个相机在外面走 别人看我我也不会觉得 我也觉得无所谓 而且现在大家越来越接受这个视频拍摄了 尤其是Vlogging 那你只要在路上如果跟别人看对眼了 你主动塞个嗨啊 然后夸赞他一下 他在干嘛 你跟他交流一下 就应该都会完全没问题 所以体积来说的话 不是太大的影响 唯独的就是重量 你一直举着 其实是真的比较吃力的一个状态 那第二个呢 相对来说解决了一些重量的问题 因为换了很轻的镜头嘛 保持在现有的基础上换了更广的视角 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但第三个呢 那就是终极方案了 因为整个系统都换了 意味着它的那个价钱也是很很相当可观的 大概要在600到700美金之间 所以我到底是该选择最便宜的视角最广的 还是说最轻便携带的 大家觉得呢 因为是日更视频啊 那我不可能说 我已经 其实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那就是这一个 没有这样子的回事 所以我在未来的某天视频中 可能就会出现我最终的选择 但是我目前还是很纠结的 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拜